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已经进入到了决赛阶段了,关注着这档综艺的观众,应该是非常期待角色吧,还留下来的六位嘉宾,个个都非常厉害,要知道连庞博的,周启末这样的超强选手都被淘汰了,剩下的都是状态其好的新人和实力冠决的老演员了,比如老成员方面,只剩下了忽兰和王建国两人,新人则有王演,杨蒙恩,杨丽和李雪芹。 看到这阵容不得不承认,脱口秀现在确实新人越来越多,越来越优秀了,尤其是李雪芹,到了节目后半段表现越来越亮眼了,那头最后一名的他逆天翻盘,忽兰都感受到了压力呢,新人与老演员们的互相PK,确实让节目变得很精彩了,而大家都知道,比赛类的综艺节目到了总决赛阶段,会请来一些大咖明星来带动收拾成绩, 而且选手们准备的作品也会更用心,争取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一鸣惊人,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,脱口秀大会的总决赛也不例外。 这部,从最新的预告中,大家就可以看到,大家熟悉的王建国,就用了他的绝招谐音梗了,众所皆知,王建国的谐音梗是非常出名的,所以大家也非常期待王建国的表演了, 而他所表演的谐音梗,也是非常逗的,是讲他自己开车慢,然后被别人说这个载怎么这么慢,而王建国的下一句则是超载超载,真是让人哭笑不得,很期待王建国更多的谐音梗了, 在总决赛他总算拿出了他的大招呢,然后身为导师的罗永浩,也将会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兑现自己亲自上台说脱口秀的承诺,而且这还是他的舞台脱口秀处女秀呢,不得不说这确实让人很激动了,等了这么多期,终于等到了罗云浩的脱口秀首秀,这也确实让人很激动了呢,也非常期待罗老师的脱口秀, 而在嘉宾阵容方面,节目组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了,上一期请来了当红演员郑爽,提高了很多收视成绩,而总决赛节目请来的嘉宾阵容,只会更强大更豪华呢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? 首先就是沈腾叔叔了,他就是脱口秀大会总决赛的开场嘉宾,不得不说节目组还是很会请人的呢? 沈腾大家都认识了,是喜剧界的顶级大佬,出过很多喜剧电影比如夏洛特烦恼飞驰人生疯狂的外星人等作品,可以说沈腾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位的喜剧演员了,而且沈腾的搞笑功底也是非常强的, 别的不多说,光沈腾上过的综艺节目,他就总是能凭借搞笑功底斗乐全场观众,例如王牌对王牌,所以节目组请来沈腾,大家还是很满意的吧? 沈腾来到节目一开场也开始放大招,直接说出了自己晕一笑草的梗,也是逗得现场观众哈哈大笑,感觉可以期待下沈腾的表演了。 虽然他不是专业的脱口秀演员,但是在带动现场气氛和抛梗的表演上,能力是不输专业的脱口秀演员的了,而除了沈腾,还有一位大咖嘉宾其实也来参加了,只是节目预告中他的镜头不多,许多观众可能没有发现,他就是徐征,也来参加总决赛了,只是不知道徐徐征的脱口秀会不会搞笑呢? 相信情商这么高,这么会交际的徐征,也会给大家带来惊喜的了,从整体来看,不得不说脱口秀大会总决赛亮点还是蛮多的,六位选手都放大招,罗永浩,徐征,沈腾都会上台表演,怎么看都像是请来了喜剧界的半壁江山呢? 大家都充满了期待,而节目其实已经录制完毕了,有消息说可能是王勉拿到了冠军也不知是真是假,大家反正都非常期待总决赛,谁在总决赛上表现更精彩,那就等到下周播出就知道答案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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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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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